埃及地中海沿岸城市亚历山大造船厂的厂主们表示 现在的订单量和繁荣时期根本无法相比 而墨尔西总统的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扭转造船业从穆巴拉克时期就开始逐渐凋敝的趋势 伊布拉辛是位造船厂常驻 他说现在没有真船可造 他只好做些玩具船 造船业是一个世代船程的行业 人们从父辈那里学到知识和技能 将来又会传授给自己的孩子 而且自己开造船厂 而现在为了打发时间或者不失业 他们只能到造船厂里做玩具船 布兰能怎么办 整天坐在咖啡馆里发呆吗 现状就是这样 以前可以带土地 雇十几个工人建造五十六十米长大船的人 现在在做玩具船 一方面是需求下降 另一方面是成本上升 这无异于雪上加霜 例如造船所用的木材价格 已经上涨到每米三百一十五美元 而政府不但没有给予相应的补贴 反而提高了造船许可证的费用 工匠塞伊德说 他的技术本应让他成为一个富有的人 但是现在他只能通过其他方式赚钱养家了 我是一个造船的人 造船的所有环节我都能做 我能带土地 但是最近我甚至开始摆摊卖三明治了 我还卖过鱼 虽然我是个造船师傅 但如果做这些事情能赚钱 我会继续做下去 因为我需要养活自己 假如我可以在其他任何国家造船 而不是在埃及 凭借我的经验和技术 我会像王子一样生活 生活得非常好 亚历山大省政府官员表示 政府与关机构正在研究造船业目前的处境 想方设法帮助这个最古老和最有价值的产业 虽然受到经济下滑影响的 不仅仅是造船业 但如果没有相关政策的扶持 埃及独特而古老的造船技术 将面临失传的危险